大家好,我是莫莉芬芳 五义高中生他杀五证据 高大臣喊话两种人,可减刑 五义高中生的验尸报告显示无他杀迹象 法医高大臣对此再次强调 赖身脊柱颅骨完好,无开放性骨折 而且口鼻有余伤,死后体温上升 急诊的医护撑,没有在手臂打针 遗体也没有,脑水肿,肺水肿 种种迹象证明赖身是死后才坠落出血 呼吁帮忙拿绿化钾跟麻醉剂的人 快点转做五点证人,坠会比较轻 高大臣提到赖身背部有刮伤 表示坠落后曾经撞到无言 但伤口附近却没有出血 不符合生前坠落 如果是生前坠落不只会出血 里面还会骨折,也就是开放性骨折 但赖身的脊柱颅骨都完好 直肋骨骨折 此外,赖身送医后嘴唇鼻子有欲轻 明显是遭人乌眼口鼻导致的 另外,高大臣指出赖身死后体温还上升 明显是使用了麻醉剂后导致的发烧反应 常见的麻醉剂有,律法,隐秘,笑起 而且医护人员说 当时没有在赖身的手部颈部打针 那手臂上的针孔从何而来呢? 另外,赖身头脑重量为1353克 若是坠落致死,通常是不会马上死亡 此时就会造成脑水肿,肺水肿 但赖身却没有 他的左肺200克,右肺257克 比一般的肺还小 证明赖身是死后出血 高大臣说 一般都是检察官在找有罪证据 法官做无罪推论 现在,怎么是我在找证据呢? 检察官在做无罪推论呢? 高大臣法医自朝市入戏太深 他也呼吁,蔡避命案的共犯 不可能会好吃好睡的 请帮忙拿绿化钾跟麻醉剂的 快点转做无点症人 醉会比较轻 另外有人说 不需要毒品也可以致死 例如打过量的胰岛素 过量注射胰岛素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因为过量注射胰岛素可导致低血糖昏迷 如不及时抢救,可导致死亡 而丰都大帝的机身 他说,有一天他在看五一高中生的节目时 耳边出现很清楚很大声的三个字 迷幻药数次 这些线索是否都可以将药物检查范围扩大呢? 五一高中生和下性配偶连朋友都谈不上 手机曝光两人真实互动 现在在看影片的你 如果是成人 大部分都有恋爱或结婚的经验 在恋爱中的两个人会甜甜蜜蜜情话绵绵 三不五时就我爱你,你爱我的 要不要出门吹吹风啊 什么时候见面啊 要不要去逛夜市啊 要不要去吃那家传说中超好吃的日本料理呢? 明天到哪里玩等等 增加感情的言语及行动 然而纵观下家的二儿子和赖参之间 却没有任何一言半语的情话 这像是很相爱的一对情侣吗? 台中拥有五亿身价18岁赖姓高中生 登记同婚后两小时 就离奇地在下性配偶住处坠楼身亡 赖母指控 夏南摩财害命并提出婚姻无效之诉 虽然夏南坚称 真的很爱她 但专案小组 查扣夏南赖参手机电脑 发现两人认识不深 不可能瞬间真爱去登记结婚 恐无结婚争议 此案引发社会关注 检方日前传唤赖母 告知法医解剖鉴定报告 告知告诉人说 赖参死因符合高处坠落 如此结论正是引起众人化然的关键点 但专案小组在调查赖参和夏南的结婚过程 发现两人是因为担任土地代书的夏副 替赖家处理土地买卖 才相识半年 另外比对夏南与赖参的手机电脑 以及夏南机车骑乘路线与悠游卡搭乘公车路线 发现两人手机只有问候贴图 其他亲密图文都没有 完全不像热令情侣 也无出游 生日聚餐等合照 半年来 两人更是少有联系 从赖母这方获得的消息是 赖参平时是会跟家人分享生活状况的人 而赖参从未向家人提过夏南 根本不熟 赖母只在今年四月底时 见过夏南两次 一次是在公公告别室时 一次则是在向夏家要回土地权壮时 结婚登记当日掌握的市政是 夏南一直寻找证人 甚至用三千元请大楼清洁阿姨做证人 但被拒 后来找到两位陌生路人当证人 有人说登记当时 赖参一直站在后方没说话 护镇事务所承办人还以为 夏南要结婚的女友不在身旁 在护镇事务所登记时 也是向南登记的 赖参在后边默默不语 这些点滴都不像两位热恋 开心的想公告世界而登记结婚的人 会做的行为 五一高中生案 报证件失踪 三十笔土地恐被转移吗 律师曝光保险柜现况 台湾台中五一高中生离奇坠楼身亡案 至今仍然是有许多疑点有待厘清 近期更曝出 三十笔房产都还在夏信代书手上之外 赖信高中生以及赖母的一些旧证件 居然从自家保险柜不翼而飞 目前还是下落不明 对此赖家委任律师许哲为证实这个传言 对于是否会担心房产会在判决婚姻无效之前 招人转移呢 许律师表示 赖家达家较重要的证件都是放在自宅其中的保险柜内 命案发生后 他也亲自查看过 里面居是些较过时的文件 而对于此案所需的土地权状 律师也证实 目前仍然在夏信代书手上 至于其余较新的身份证明文件 则是不翼而飞不知道在哪里 对于房产是否会在婚姻判决无效前被转移掉呢 许律师指出 在合法途径之下 要透过继承关系来转移这些房产 需要透过三道手续 首先 需完成护证机关的除护腾本 再者 要完成国税局的完税证明 最后 需至地震事务所完成遗产崩割协议书 才能办理遗产登记 因此 目前是无法转移的 许律师也透露 目前正密切监控 下生的30笔土地不动产 也就是遗产 若有任何移转行为 就代表 下家一定不是走合法继承登记 必定会去追究相关的刑事责任 至于夏信代书拒绝返还30笔土地权状 许律师也说 此部分已经先提起业务侵占告诉 而夏南的理由是 这些东西是老赖生前委托给他 他基于委托的保管契约 想继续持有这些文件权状 对此 许律师提出两个法律意见 第一 若赖生的爸爸生前真的有委托夏南 夏南也可以先将委托保管文件拿出来 以证实为真 第二 因为保管契约的当事者一方 也就是赖生的爸爸已经去世 因此该契约的效力也已经消灭 也就是说 夏南不管基于任何理由 目前在法律上都没有任何原因 可以继续持有这些文件 最后呼吁夏信父子 如果要证明你们没有摩采害命的动机 那么请赶快将三十笔土地权状归还给赖家 同时二儿子赶快主动放弃继承 可以的话 请各家记者们到灵 然后到赖生的灵堂前发誓 你确实没有杀他 否则天打雷劈 请问你办得到吗